大家好,我是小康 今天一睡醒了,就有一位朋友 带我去吃早餐啦 我们现在是在Ringlet的街上 到时候要去试一下这边一档咖啡 我的朋友点了一盘瓦丹版面 还有一杯咖啡给我 这个瓦丹版面真的是超大盘的 然后它的版面是经过炸了过后 有一点像生面 跟朋友吃完早餐后 我现在开始出发前往丹拉拉拉 这位朋友呢,他真的是一本百科全书 职信真的是非常的多 历史文化什么他都非常的了解 我们还约了今晚七点 他会过来带我去丹拉拉拉附近走走逛逛 那现在呢是早上八点八个字 然后这边的气候是非常的凉爽 早上六点多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的冷 就算盖了sipping bag过后还是感觉到很冷 在前往丹拉拉拉的途中呢 会经过一个小湖 然后在湖的中间呢有一个小建筑 小建筑那边有一辆瓦尼车 不晓得那个建筑是干嘛的 然后这边的湖水呢它是巧克力色的 在小湖的旁边呢是一间resort 这间是Legghouse Cameron Highland 很喜欢这种异国风味的建筑风格 超漂亮的 从Ringlet走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来到了哈布市区 那接下来呢哈布之后呢我就不会走大路了 我会过一座山 它是一条捷径 会省下我三公里的路程 然后过这座山呢会经过一个叫做Robinson Falls的瀑布 在小路看到这个福德正神的神庙时 就要转左走进它这里的小路 然后这边再走多800m 就会到Robinson Falls Trail的入口啦 沿着小路走呢可以看到很多菜园 这边一整片都是绿色的 很喜欢这里的风景环境 蛮漂亮吧这边 好喜欢山啊 超级喜欢这样腐术腐术的地方 很喜欢这种环境 这边还有一条很漂亮的小河流 看一下 好漂亮啊这边 还好我选择了走进来山路 如果走大路的话就会错过这些风景了 从哈布的大路走了大概两公里过后呢 就会来到了这个发电厂 然后这个发电厂的旁边这边呢就是那个山路的路口啦 这条山路呢其实是有两个trail的 一个是9A一个是9B 那在这个发电厂这边的trail呢 它是9B的 也是比较容易走的trail 在发电厂的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梯子 沿着这个梯子走上去就是 啊进森林了 从发电厂那里走上来呢会 经过这个铁门 这边就是它的入口处啦 然后这边沿途呢都是有梯子的 旁边就是一条 水管 这条山路呢 算是有一点点斜啦 但是比起走在大马路的话 我更喜欢走在大自然里面 没有看到车 真的是太开心了 哇 这一段已经不是一点点斜了 是非常非常的斜 这里目测应该有 又70度吧 是需要拉绳子才能上去的 哇整个都会掉下去 啊拉绳子 啊拉绳子 OK 哇一只手 上不到 需要两只手 那今天是 先拍到这边吧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我终于爬过那个斜坡啦 我真的是很斜很斜 我看应该不只是六七十度 可能有七八十度吧 然后爬的时候呢 手是要一直抓着树干 树根 还有石头的 然后我的树包又非常的沉重 他就一直把我往后拖 就像这样要跌下去的感觉 走上斜坡不久呢 就会看到在左手边有一条往下走的小路 然后你会看到有这个 呃蓝色的这个标志 这边走下去呢 就会 呃抵达瀑布啦 这个就是 Robinson Falls啦 哇 真的是还蛮壮观的耶 它的水是蛮大的 好漂亮好漂亮 啊 然后它这边旁边呢 这石头呢 还有一些树呢 全部都长满了青苔 全部都是绿绿的 这个布布真的是太漂亮了 来给它拍一小段近距离的视频吧 哇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 好美啊好美啊 观光完了瀑布 现在是要前往Dunarada的方向前去啦 要去check in我的hostel了 哦 现在 等一下还是要继续往上爬 哇 还要爬 好像蛮高一下 走着走着 就快要抵达Dunarada的时候呢 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瀑布 哇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一条山路竟然能有两个瀑布 而且这个瀑布也是超美的 好壮观啊 可惜的是它一部分被树木挡着了 拍不完瀑布的全貌 就在快要抵达Dunarada的时候呢 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瀑布 这个瀑布呢是一层一层的 哇在一条山路里面竟然找到了三个瀑布 真的是赚到了 在这个一层一层的瀑布旁边呢 有一个停止 这里已经是非常靠近Dunarada了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我已经来到了大陆了 然后这里距离我的hostel呢大概是1.5公里 应该会先去吃个午餐然后过后才去check in吧 现在刚好遇上了他们的放学时间 这边的学生都是穿着绿色的外套上学的 我在一间饮食中心的马来档口吃Nasi Jumbo 我拿了一块炸鸡一些生菜还有一个咸鸭蛋 然后还点了一杯Tapping 这边一共是9块钱 这间Traveler Bunker Hostel呢就是我接下来在金马轮会住一个月的地方啦 他们一个月的月租是650块 差不多一天是21块半 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啦 这就是我住的房间啦 里面是有蛮多床位的 他们的厕所是连接着房间的 每一间厕所呢都非常的框畅整洁 然后都备有热水器 背包客栈这里还有提供洗衣机让住客们洗衣服 整体来说呢厕所我是相当的满意 这就是我的床位啦 有一个衣架 一个小灯 一个小风扇 然后还有充电的地方 这个床位最特别的呢就是它的窗户了 一打开窗户就能感受到冷冷的空气 在窗户外的风景也是蛮不错的 背包客栈的中间那层呢是一个free zone 这里的东西都可以免费拿哦 这一层呢也是一个食堂 这里有一个长桌可以给住客们用餐 在后面的空间呢就是厨房了 这里的餐具都能任意使用 厨房里也有一个饮水机 在最顶部那一层呢就是一个共享空间啦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空间 由于上面有一些客人 所以我就不方便拍摄了 整体来说呢Traveler Bunker Hostel 是个相当优质的背包客栈 它的价格也不贵 然后还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那我现在呢是在故近这边走走 刚刚是下了一场鱼 所以地上都适适的 等下7点呢我的朋友会开车过来载我 然后我们会到四处这边附近去走走逛逛 那今天就像这样子啦 我们下一个Vlog再见吧